第二天 太苦 高級 加七 三 不管是數字 tempo比反應 或是看著音造詞比速度 天才衝衝衝的經典遊戲單元 和藝人們的鬥趣反應 累積不少四中粉絲 要馬上拍了 掌聲 這個是C 今年5月天才衝衝衝的節目正式邁入第16週年 華市董事長鄭志龍也特別帶著66個老字號三明治和88塊炸雞 祝福華市的長青節目能繼續穩坐收視率的當紅炸子雞 就一句話 華市靠你們了 謝謝 董事長多支持了 我們再做17年了 天才衝衝衝的影片在YouTube頻道點閱率從2016年累積至今 已經突破10900萬人次觀看 相當驚人 其中最受歡迎的單元影片 瀏覽率也超過67萬人次 主持人徐乃琳更喊話要一路主持到80歲 希望能夠陪著所有粉絲再度過下一個16年 華市新聞新聞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市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